为了要帮助在地的弱势居民能够温暖过冬 立法委员洪孟凯 日前梅河在地企业运送80多份的生活物资关怀箱 捐助给淡水恩友中心 要来帮助邻近生活困苦的民众 为了要帮助在地的弱势居民能够温暖过冬 立法委员洪孟凯 日前梅河在地企业运送了80多份的生活物资关怀箱 要捐给淡水恩友中心 来帮助邻近生活困苦的民众 立委洪孟凯表示 过去为了帮助弱势跟许多单位合作 而这一次在寒冬之际 希望透过恩友中心的协助 将这些资源分送给需要的居民 所以现在会有差不多80位的弱势的民众 他是透过恩友中心这边来给我们 让爱心物资给他们 所以说我想这个用在刀口上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感谢恩友中心过去到现在都长期的 关怀弱势跟照顾弱势 那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透过这种抛育引玉的方式 让更多人都注意到恩友中心的这些弱势的朋友 能够有更多的爱心物资 共同的来尊正 并且一起来做爱心做好事 让大家都能够过个开心圆满的新年 立威表示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过去有一批企业捐出的爱心物资 透过恩友中心的平台要来帮助落序 而这一份爱心关怀箱 里头有许多的民生物品 包括了食品白米 泡面 油品 干货等等相当丰富 而因为过去几年受到疫情影响之下 许多家庭经济也随着出现状况 因此透过捐赠民生物资 给需要的人一个安稳的生活 非常感谢洪委员 这个来关心淡水恩友的一些弱势团体 我们弱势 我们这个淡水恩友中心是帮助 这个独居老人 街友 还有那个一些需要帮助的边缘人 他们平常三餐的问题 还有我们那个发放民生物资 长期的每一天都有是在做这个事工 恩友中心表示 过去恩友中心不仅是透过宗教来关心大家 过去时常办理公益活动辅助落势 包括了物资给街友 独居长者还有社会边缘人等等 几乎都是每一天都会关心落势 而中心里面也有许多的志工都非常热心 这一次非常感谢立委红孟凯 媒合社会资源 将这些非常实用的物品捐助给他们 透过恩友中心的平台 来发给困苦的民众 帮助落势能够温暖过新年 记者许端一代学采访报道 来发现一下 对付儿端一代学采访的 职位置 划约